我是黑 我是黑 是沙滴 是沙滴 影片中一群非洲小朋友 举着牌子被诱导 说出中文的歧视口号 浑然不知 令人发指的影片 经过外媒调查起底发现 是有一名中国男子 卢克拍摄贩售 如今这名男子正式被捕 但这事件在中国网路上 却出现不同版本 让台湾人无辜背了黑锅 微博发文可以看到 有中国网友表示 影片中男子的声音 是台湾口音 却被BBC大作文章 正恶心 我是黑 但这个说法 马上被自己人打脸 留言中有人说 不要把南方口音 都当成台湾口音 也有人表示 做错事就该承认 甩锅给台湾有意思吗 无端又拉一波仇恨 更有人抨击 福建普田人拍的 那是什么台湾人 而被捕的盧克 除了歧视争议 影片还涉嫌剥削 除了找非洲小朋友 还有大人 有男有女 近年中国人到非洲 照当地人拍客制化的 祝贺影片 给的钱 却少得可怜 中国网红 靠剥削当地人 赚进大把钞票 又恶劣开启种族玩笑 却有中国网友帮忙洗白 拖台湾人下水 也难怪中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 三里新闻 陈环报道 最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